可能很多读者们第一个会很想了解 房老师为什么去写这样的一本传记 这个请房老师先跟我们交代一下前情 来 邀请 非常感谢许涛兄 也感谢我们的朋友们 大家有一个机会在端午节 这样一个节日来聊聊 其实我这里还要再讲一下 其实今天还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 今天是我的生日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就请老师吃了一个很普通的面 对呀 常识 我今天中午其实跟我们学生在一块刚聚过 我的研究生和博士们在一块刚聚过 所以今天许涛请我过来 就是让我们聊天 这个我感觉特别特别有意思 因为有纪念意义 刚才许涛兄说这个就是 写这本书的这样一个前因后果 其实这个书最早的版本应该是在2014年 最早我在三连有一个版本 最早第一版 然后完了以后是在2018年 搞了有一个修订版 然后我们在卖书房搞活动应该就是在2018年 对或者是2019年我都忘了 因为这是第二版 然后这个书是第三版 前两版都是在三连书店 这个最新的版本是在北京十月文艺术版社 它是这个书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其实这个最早说起来 就是我与王小波这个一个样 这样的一个缘分呢 可以去追溯到97年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走出校门啊 以前的时候呢 其实读王小波的书其实并没有多多少 因为大家不太了解他的东西 但是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 就算是一个文学青年吧 他读了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 但是97年第一次读到了 王小波的这个作品的时候 当时是让我大吃一惊的 因为我记得最早的时候读到的 他那个是花城出版社的那个三部曲 其中那个白云时代 当时读了以后就感觉 一个很明显的印象 就是感觉都不太懂 就是他的这样的一种表述习惯 他的这样一种坦述的这种思想 和我一般的这样的阅读啊 有一很大的一个差异性 所以感觉读得好像也没有什么 大的兴趣 我就把这个书放下了 放下了之后呢 我后来又参加工作 那也经历了就是 我觉得社会上的几年的这样的磨练吧 然后过了几年之后 再把他这个书拿起来 我觉得这个书写得很好 那么从这本书之后 我又追着就把他所有的书都看完了 那在那个年代呢 我觉得就是说 王小波首先我是作为一个读者存在的 那就是一个他的一个喜欢他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文学青年吧 算是 可以说从那个时候 我阅读他的作品 最大的一个感触啊 就是找到了一个精神的力量 因为那时候正好是 98年99年 那个时候我们讲 这个是一个国企大改革的年代 我们就到了这个新世纪初啊 其实我们都是我们那些改革 那我们在企业里面 其实这个日子是很难过的 也就是说读到他的小说给了我更多的勇气 来去面对人生的这样的困难 当时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啊 就是读了我们很多作家的书呢 就是读完以后让人感觉到很消沉 其实这个话鲁勋先生讲过 他在讲的是 当然是一个国内和 很多这个就是作家的书会觉得 哎呀 人生好消极 好无聊 好痛苦 本来我们的人生已经都这么卷了 都这么苦了 然后我们要是再这样的苦 我们怎么办 那所以我 其实他教给了我很多东西啊 首先要有一个 我觉得人要有一个自嘲的精神 就是你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太当事 你要越把它当成苦难 你可能越苦 同时呢 你也要看透别 我觉得 这个王小波为什么讲 叫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啊 有一篇文章 其实还就是说 你要看透这个话语的轨迹 你不要陷到他的那个圈子里面 你就自己搞得自己特别痛苦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个问题 那所以说呢 就是他教给我 怎样去面对苦难 然后在人生中找到勇气 怎样去找到一个理性的精神 那我觉得这个智慧啊 对于美的这样一种追求 那我想这个其实是我 非常打动我的一个东西啊 那他其中有一篇 杂文中就讲到了 他当年在 这个叫我们讲 叫云南插队的时候 那时候的场景 虽然他是一个五零后 其实从年龄上讲 应该是给我父母数一代人 那我 其实差了几十年 但他讲那个场景 我觉得非常打动我 他说一个年轻人 干了一天 然后他坐在窗台上 看到这 这样落下 他觉得人生就这么完了 我当时就在那个街里面 干工厂里面干活的时候 我觉得我也是一样 同样的感受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年轻人的心境 都是能相通的 所以这些东西 直接在激励着我 所以我在那个阶段 实际上他是鼓励我走出这样一个人生的困境 后来呢 我就考研究生 这个当时在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 读的专专业呢 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我就从一个读者变成一个研究者 那这样里头其实又有一个身份的转化 我那时候读研的时候写的第一篇论文可能就是发表在文医证明上 其实就是一篇关于王小波的一篇文章 那一篇研究性的论文 那后来呢 其实我陆陆续续写了 在读研期间写了有将近七八篇关于王小波的论文 这个硕士论文也做的是有关于王小波 是做到王小波和鲁续的一个比较论 完了之后呢 这个在2005年 我硕士毕业 这个书呢 后来就是我整理了一下 就写成一个叫文化悖论 有文学创新 王小波论 就是一个论 这个出版是在 哪个地方想 是在上海三连书店 上海有三连书店 真的出版 出版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就有这样一个机会了 然后这个出版社当时就找到我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选题 想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人去做 关于王小波先生的一个传记 那么这个时间应该就到了这个20 是这个2012年的秋天 那个时候就开始找找找找 其实后来这个人也不好找 因为其实啊 我其实在很多场合都讲过 我说作为一部中国当代作业的传记 其实难度很大 这里面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难度 所以讲其实很犹豫 但是呢 我前期有一些研究成果吧 毕竟这些年一直也很喜欢它 当时我就接了这个活 接了这个活当时呢 这个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我就租了一个房子 那个时候感觉印象很深 冬天北京特别冷 在神龙师班大学任教 然后白天上完课晚上就做够 反正也近 从启南到北京是比较近的 一个多小时 就到了北京 然后就在北京没事就在做采访 然后也去过他这个插队的地方做采访 然后大量的搜集资料 哪个学生啊 找啊 然后去做一些 这个第一手的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写作的过程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 比较艰难 陆续写写写写到了2013年 就这本书基本就完成了 只有出版的第一版是在2014年 出了第一版之后呢 中间又有四年 这四年期间就是我在2017年16年的时候 就调到了苏州大学工作 调到苏州大学工作之后呢 然后我就被苏州大就当时就派到了动物大学教书 那时候做高访 然后教书 然后在这个台湾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啊 我就找到了很多其他的有关于王小波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王小波他在台湾这个联合报评讲的一些一些资料 他在港台这个他的传播 也在海外的一个传播都有 比如在美国 在阿拉伯世界 在也在其他一些鱼种的传播 那么后来2018年的这个书啊 在版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新的一些东西 那么今天这个在版呢 还有又有一些新的资料 就这几年其实我虽然 主要的一个经历不在王小波研究上了 那我其实这个这些年主要是做文学史 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 以及这个做一些关于网络文学研究 但是王小波其实我还是在一直关注 也在陆续的写一些有关他的论文 去年还发了两篇怪王小波的论文 有一篇是他的整个海外接受的研究 另一个是他经典化问题的研究 那么今年的三月份呢 有一篇论文啊 就是发在广州文艺上的 王小波与当代文学经典化 获得了我们首届欧阳山文学奖 就是广东的一个文学奖 就是他里头有一个评论奖 这篇论文获得了一个评论奖 就是主要谈王小波与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 王小波这个其实一直是 是我的研究中的一个纬度 就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样 是因为房老师其实每次谈王小波 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各种场合中 大家都很喜爱很喜爱他的作品 包括他的这个小说啊散文 包括全部的大多数 就像从您研究的角度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其实是经久不衰的 其实如果算起来已经有三代人 对但是大家都很喜欢他 这个是从您的角度 就为什么他的作品会这么受人喜欢 经久不衰呢 这个问题特别好 就是怎么讲呢 有的时候我们讲文学作品 其实都有一句话叫 这个各领风骚数百年 其实文学其实现在不要说数百年了 这个其实短短的十年 这个文坛变化就非常大 对 当年可能我们很流行的作品 过了十年以后就默默无闻 没有人知道 这我觉得都很正常的 但是王小波其实他出现 是有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语境 就是在90年代这样一个 我觉得跟传媒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尤其是纸媒 纸面媒体在90年代有一个非常大的 我觉得飞速的发展 比如说南方周末 像中国青年报 像南都这样很多的报纸了 其实王小波首先我觉得是一个大众传媒 推出来这样一个叫知识分子偶像型的 这样一个人物 其次他的文学品质是和我们的主流文坛实际上是有一定差异性的 那我们就发觉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传统议上我们的这样一个作家的培养路径 那其实现在其实现在我们现在依然 你说一个作家人想出来 那基本上他有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 比如说你首先要在大刊上发文章 你在中国最顶级的文学杂志上发文章 完了之后呢 你获奖 获奖之后呢 出版 出版之后 然后这个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说我们讲官方的认证 那么这个作家就算基本在文坛站住脚了 但是王阳波不是这样 那么你看可以看到他 首先是在台湾 拿了联合报奖 然后呢 回到国内 然后再进行发文章 而且他的作品呢 真正产生知名度也并不是在我们的崇明学杂志和文坛 而主要是在媒体 因为当时三菱生活周刊 很多地方很推他 包括那个时候他的杂文 散文其实他推得都非常猛 很多读者其实是先看到他的杂文和散文 再去看他的小说 其实是这样一个明镜 那么作为他的小说来说 其实知道他去世 当时在文坛上虽然也有很多人很喜欢了 但是依然没有真正的说 我们讲就是闯出一条 特别是厚的大家认可的这么一条路 但是呢就是说 他的这种独特的这样一种文学品质 那我觉得是可以超越这个 这个叫我们讲叫时间的限制的 比如说你看他里面谈到的更多的 我想都是从常识来谈 那你看他写这个黄金时代 那个我那个时候年龄只有二十几岁 我想吃我想爱 我看到天上的云在变化 那么我想这样一种青年的人那样一种感受 它是一种具有普世性的 你作为他那个年代 他可以这样写 但现在的年轻人也同样会有这样的感受 他写的都是我想就是从普世性人心价值出发的一些东西 智慧 爱情 我想这样的一些人的一些很很基本的东西 所以虽然他表述的故事的时代过去了 但是那些我觉得能够打动人心的 人性的因素 那经过了一代一代的时间的讨喜 依然能够在新的读者的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取得一个精神上的交流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前段时间我去了这个杭州的一个王小波书店 这个王小波书店 强烈推荐这个书店 对 因为他是一个王小波的粉丝建的 有很多年了 叫老树 这个这位先生呢 他这个地方书店就开在延安路 就是在这个杭州的延安路 我就看到我就非常惊讶是什么 他有一个角 因为他的书就是一个王小波的一个主题书店 基本上王小波的书和所有他读过的书 他全都弄了一个专柜 包括研究他的书 有一个角呢 这个角落里面呢 就是你写给王小波的一句话 就是有很多那种纸张 然后呢你可以怎样写画画也可以啊 还有你写上一些一段话也可以 你就看到他说每一天都能收到四五十张 就每一天就四五十张 然后我早上起来从这个书店就转 因为他那上面是可以住宿的嘛 你住在书店 然后早上起来七点钟 我就在那个地方看 一张张的看 看读者的留言 其中有一个读者说 我小波你好 我第一次看你的作品那时候是二十岁 我非常的被你感动 如今我已经三十岁 我特意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 来到王安国书店 再次走进我精神上的一个 所以你看感动 他是一个一个就是读者 非常赤诚的一个戏 也就是说我想一个作家 那真正的说对于读者对他一个最高的礼遇 也并不是说你获得了什么奖 那我想这东西可能还是外在的 而是说过了很多年之后呢 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来阅读你的作品的时候 依然能够找到精神上的一种共鸣 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力量 来面对我自己这个时代所发生的问题 我想这个作家就是一个非常牛的作家了 其实我们讲 其实我们可以把作家分成几类啊 第一类作家就是你读到他的东西 你觉得特别美 你看着感觉有一种愉悦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呢 其实他会给你知识 我读了这个 比如说我看昆虫剧 看昆虫剧 我就知道昆虫是怎么回事 我有很多知识 那么第三类 我觉得其实他是在作品中 给你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精神境界 你读了他的作品之后 他能改变你的思想 我想这一类的作家是最厉害的 那么他改变了你对文学的看法 改变了你对这个人生的看法 对世界的看法 很多大家一开始读到他作品的人 都会有一种很吃惊的想法 说哇 原来这个小时候可以这样写 原来我可以这样去想 原来这样去写 还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觉得写的还很好玩 这个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但是我们中国其实 近现代文学我不太讲究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是一个从 用李德惠先生来讲 我们是一个启蒙于 就王双重变奏的这样一个文学形态 那我们讲这个宏大的 集体性的话语形式 是非常的这个流行的 那比如说王尔波在陈谋大道书里面 他就讲他说 这个有一种流行的观念 就是人一定要吃苦 然后吃苦之后把苦难崇高化 人好像不吃苦就没有文学 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 苦难本身没崇高化了 我觉得这个他是反对的一个东西 那比如说他在这个 这个里面还有讲到这个 所谓的这样一个权力话语 话语圈的问题 他说有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处于边缘的时候呢 那因为我觉得人一旦 进入到权力话语的时候 就会变得贫乏 他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他 他很独特的一些思想的素材 那么 蕴含到了他 在文学的一种表现形态 比如说 我们在我们中国的这个 写爱情的小说之中啊 很少有人像王尔波这样去写爱情 那他跟80年代不一样 那跟90年代大多数的作家 比如说那个时候流行的像新生代小说 小说家那个笔下的爱情也是不一样 那他的爱情呢 具有非常古典的浪漫的东西 你看他跟林河写这个情书 很多语言我们讲都是非常 具有古典的这种浪漫主义色彩 那我对你的爱 是这个五仙谱上一首永远也唱不完的歌 对吧 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是什么跨国的什么 什么什么是永恒的沉沦的 那你就少留期 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表述 像年轻人也都很熟了 有很多 他实际上是非常浪漫化的 但是你看他的爱情呢 又是非常的先锋的 他的小说在写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形式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在他的 尤其是他的历史小说 他把他的爱情 像洪福与李静的爱情 就融合在他对于历史一种 非常天把清风的想象力里面 所以这些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都是能够 设计就是说时间的这样一个考验 大家所以看来 今天我们进来读来 我们觉得依然是能够让你更为年轻的读者 能够打动他们 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说就是 好多人说他和鲁迅在比较 就是他就是说不同的是 他有好的这种词 我是听许景川 他好像很喜欢王晓波 对对 其实我就是我讲 我研究生解的第一篇论文 就是有关系他跟鲁迅的一个比较问 对其实怎么讲呢 其实我们当时觉得就是 你看啊 他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具有知识分子气息的 这样一个 首先从身份上来讲 比如说鲁迅 为什么说 作为我们现场的一个标杆 他跟郁达夫 郭沫若这些作家都不同 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 现代知识分子比较有几个特征 比如说他具有理性精神 他有怀疑精神 他有一种自我否定精神 那么鲁迅所以说他是非常现代的 但我们中国很多大部分的这个作家 我们可以说都是一种文人化的生活状态 那个文人跟知识分子其实还是有区别 那么他的这种生存方式也有区别 第二呢你看你注意点就是鲁迅和王小波 其实两个人都是既写杂文就写小说 怎么 而且呢你看呢 这个杂文和他的小说其实有一种互胜 比如你看鲁迅的故事新编 里面有很多他那种嘲讽的 茶壳打魂的 这样一种结构的东西 实际上是来自于他杂文的那种笔法 对吧 杂文之中呢有小说细节化的东西 所以有人讲 我们讲鲁迅的故事新编 我们称作为叫杂文化的小说 那么这里面其实杂文是一种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一种理性性 就是一种怀疑的批判的 那反思的这样一种东西 但是他有一种用一种喜剧的幽默的方式来表现 是不是杂文更难写 也不是更难写 一种另一种形态 但是一般很难就是这两种问题进行统一嘛 但是王小波你看和鲁迅都做到了这一点 王小波其实也是他的杂文的很多东西 影响到了他的小说创作 你看他这个 这个在黄金时代很多小说中 他一定要给你出现一个逻辑学的东西 对吧 那比如说你看他那个黄金时代就开始写 这个陈景阳在山上我在山下 有一天陈景阳来跟我讨论有关于破鞋的问题 为什么别人认为你是破鞋呢 因为你长得很漂亮 所以你就是破鞋 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逻辑的问题 那么陈景阳问他说那我怎么办呢 他说那你就真正变成一个破鞋 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要打破别人给你这样一个逻辑的圈子 就是说你不是黑就是白 那么这是别人给你做的一个逻辑的这样一个陷阱 你就在我的这样一个认知里打圈 但是王小波的意思是说你要跳出来这个东西 你要跳出他给你的一个逻辑的预设 来真正独立自主的来去主导自己的理性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这个王小波他的小说其实也有很多八十年代的气质 就所谓叫启蒙气 什么叫启蒙气 康泽说别人引导而自己能够认识 这样一种状态 是吧那么所以我讲是吧 实际上他的小说这样的一种因素 跟我们那时候大部分的作家是不同的 那很多我想我们五四以后 尤其是这个就是到了这个新世纪以来 我们很多作家其实大多数围绕一个概念来创作 比如寻根 那反思 这个伤痕 那么一直到这个先锋文学 他都是先有一个概念之后到中国来 然后很多作家对这个概念因素心灵感应 在结合自己的创作时间他写出了一批作品 那么这个东西他不一定就是自己从这个这片土壤之中 长出来的东西 也不一定就是自己从内心中长出来的东西 那我们到了九十年代还是一样 你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文学思潮 新写实 新现实 是吧 什么后先锋这样的种种的这样的命名 新中代 其实都是有很强的这样一种 我们讲这个西方文学的影响性啊 但是王小波的文学 其实虽然也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 但是你能看到其实他小说中所蕴含的这样一种精神 包括他的小说所谓解决的问题 面对的现实其实都是中国非常中国化的啊 我恰恰认为他是就是我们讲今天有讲叫中国经验啊 王小波的小说其实恰恰属于中国经验的范畴啊 他不属于西方经验的这样一个范畴的这样一个范围内 比如说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西生代小说很流行 西生代小说他就一定有一个后知名的这样一个背景 就是他的小说一定是边缘人 不具有这样的主体性 他一定是完全是就是没有任何的精神主体性的 那么这个跟王小波小说他完全不一样 那王小波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是非常具有这种理性精神的 那么也就是说有自我的这样的主体性的 所以这些人物所以说他历久弥新呢 那些边缘的人物那样的小说家所写的一些很多作品 到现在再来的年轻人看你解决不了他身边的问题 你只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间 你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之后写出来的东西 那那但是王小波我想他在今天依然能够给当下的读者 在精神困境中提供一个滋养 我我当时在杭州搞了两场活动 在王小波书店和单向街单向空间嘛 被四五个读者问到最多的一句一个话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迷茫 问的话都是你看看的都是大学生吧 就是杭州大学生吧 就是我们现在特别迷茫特别痛苦 特迷茫你说我们将来怎么办 其实问到的都是 对这个问题我也想问 人脑中间同样有这个困惑 你目标这么明确 其实他问的是什么问题 我们在中国当下的文学 极少有人能够提供这种东西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文学作品中 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个精神上的出路 包括很多我们看到的其实都是一种 到现在的一种具有先锋文学气质的很多东西 还是结构性的东西多 也就是他要消解一个东西 他给你提供一种负面的这样的东西可以 那比如说他能不能够从正面的给你塑造 让你读了这个东西以后 找到一种人生的力量 我想这样的作品太少了 直至整个中国文坛 目前他的一个现状了 可以说是 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像他的这样具有意志性的作品 那我想再过一二十年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读者去读 正好我们这个现场的读者 问了王小波和鲁迅 之间的这个一同点 正好老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今天我就不一定在镜头里出现 我们只要看黄卫老师 我在旁边了 然后黄卫老师 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个小的话题想请教你 就是为什么王小波会成为王小波这么不同 这个和他人生的经历 有什么样特别的因素 让他成为王小波这样一个人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成长因素吗 我觉得其实还是这种一个作家的成长都是非常的复杂的 因素呢影响他的因素有很多 其实首先看这个人他肯定是家学渊源 这个因为王小波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逻辑学家 他从小其实生活在中国人民大学 后来在教育部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环境 他这个受到教育是非常好的 你看他的哥哥和他姐姐很多也都在大学任教 都是说高级知识分子 所以他从小就可以说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啊 知识的熏陶就特别好 眼界也特别宽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他的经历嘛 其实你看看50年代的作家其实大批都是那样的经历 然后这个我们讲就经历过文革 上山下乡改革开放 然后出国 其实你看看跟很多作家经历很相似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王小波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他沟通了这个中西和这个就是说 和中外和这个什么呢和这个古今 就是你看其实在那一代的人啊 就王小波其实初中就上了一年 然后就就就就就就在家了嘛 停课闹过命了 就其实就是初中都没毕业 后来呢 复习在家里有很多年之后 蹲了很多年了 就上山下乡回来 就回到家这个在一个街道办公厂当工人 他的父亲给他找了一个学俄语的老师 就让他帮他这个辅导英语 所以他英语不行啊 对吧 但那个学俄语的老师呢 其实外语蛮好 外国联军 他水平很高 但是他属于哈尔滨那边过来的 就是以前学俄语正宗出身的 英语完全是自学 所以他那个英语发音是不行的 但是读写是没有问题 所以就是说王小波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教导下 那么很就是在他连考了几次吧 两次才考上大学 第一次考中央戏剧学院 没考上 人家问他说你喜欢的作家是谁 他说肖伯纳 肖伯纳当时在这个戏剧界 在中国戏剧界是一个非常边缘的人 大家不大提他 是吧 所以后来没考上 第二年又考中国人大 他换了一个理工类专业 就是商品学习 那他就考了相对于相对偏向理工 这么一个专业 所以你看他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就很有意思了 他有很多理科的背景 理科的知识在里面 不是一个纯粹的这个中文的知识 完了之后呢 在国外呢 虽然他拿了一个文学方面的数字学位 但是你看他自学的其实计算机 他的计算机非常精通的 也就是说是我们中国比较早的一代的程序员 他的这个 他的当时你看作家都是手写啊 而且他的这个书写软件 都是自己设计的 因为最早那时候没有无比 那个汉文书数是 这个输入是非常盲烦的 他自己发明过一套这个输入法 通过这个四生 评赏驱入 发明一套输入法 但是这个他本来想回来卖钱 通过这个东西 他也找过一些中关村 在中关村旁边 但是很可惜就是后来人家那个就出来了 无比就出来了 那出来以后他这个东西就不行了 那当时我们在想 如果说无比再晚几年出来 比如说王小波的这一套输入法 如果真是说 啥合影了 那有可能我们就多一个 人工师 或是程序员 对 他都是 输软盘的 而且当时的这个软盘 最早的那个软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说当时我们在没有文酒吧之前 他都中文处理能力时很有限 比如说你一个长篇 你都放不下 他处理不了能够自节的 但是他自己就他通过他的设计都可以弄 他还弄了好多那种小flash的这样一种东西 做的钱 他那个小说 那个万寿四嘛 我过去一片朦胧 他自己设计一个小flash 就这个在当时是非常的时髦的 所以他交给人家呢 要不就交这个 那个什么软盘 要不就交给编辑 一般就是那种 用那种打印机出来 带卡的那种打印稿 所以想他 所以他思想上是非常先进的 所以这么一个人精通文理 然后呢 家学渊源 精力丰富 他精力也很丰富 同时呢 对文学又非常热爱 其实这样子是很难得的 所以他艺术啊 而且呢 你看刚才我也讲了 我说他的 那个作品本身 他并不是走的正规的 我们的文坛的这样一个路线 那就是说刚才我说的 首先要发大刊 那然后啊 其实我们今天的 我们今天的文学青年 依然是这样一个路线 对我们纯文学创作来说的话 依然是要 发大刊是其实 就是我们讲人民文学收获 当代实业 我们讲就我们中国顶级大刊嘛 你首先要在这些 大牌的文学刊物上发表 露脸上大家都知道你 然后你你在获奖 你得是吧 其实大家基本都是这样一个路子 有的我们讲要参加培训班 是吧 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但是你看他就不是这样 是吧 那么他在这个联合报 获了这个奖之后在台湾 其实后来双雪涛也获了这个奖 联合报 很多年之后了 但是当时是90年代初 是联合报奖 这个影响力在 对 然后在全球华人文学 这个影响力非常大的 而且奖金非常的丰厚 那我们看他 第一笔就是15万台币 25万台币 后来那个第二笔是10万台币 就25万台币 现在人民币 就新台币 人民币大概有五六万 那在那个时 91年啊 91年啊 那时候我们的工资 我关系 那个时候当时我们呢 我刚才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说了 91年的一个北京大学的副教授 可能工资也一样百块钱 那个时候 所以你想想 所以他自己有一笔巨款了 那么后来他辞职 那我觉得其实还是与解决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问题 是有一定关系 所以他这个叫文坛外高手 墙里开花墙外乡 从这儿然后再向文坛打 来到回到大陆文坛 然后在大陆开始发文章 你看他这个过程其实非常坎坷 很不容易 文章发表的量 其实总量其实并不大 小时候发表的量并不大 他主要的发表量还是在杂文 杂文为什么能发表顺畅呢 那个就是刚才我说的90年代是 这样一个纸媒的一个黄金时代 所以他在像高冰青年啊 这个三连生活周刊 读书 中文青年报 南都 是吧 南方周末这样地方 他就广泛的开专栏 这个名气 那个名气打出来了 其实那个时候的工资 在这个通过这些刊物 出来的这些很多啊 比如说连乐 当年也是在90年代末 我想他也是通过 开专栏嘛 跟王小波这个方式差不多 你看看 但是王小波其实 他不同的是 他不仅是写杂文 他还写小说 他的小说的这样一个水平 和实际的这种艺术的能力 实际上是大于他的杂文的 所以后来很多人 通过他的杂文 后来又去看他的小说 都觉得大吃一惊 哇这个人写的真好 他写的让我们看了以后大吃一惊 那么他的小说之中啊 既有那种非常属于启蒙的 就来自于80年代 这样一种非常浪漫的启蒙的东西 比如说你看他那个早年的那个绿毛水怪 里面后来就变成一个科幻小说了 那绿种人是吧 前头写一个少男少女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 非常纯粹非常的这个充满激情 然后呢 他的这个小说呢 有的时候呢 有的小说呢 又有非常强的形式的探索性 那我们看到他 我们就会想到卡尔维诺 是吧 会想到这个 阿迪默诺 像这样的一些作家 所以说 我就觉得他其实非常有意思的 这么一个作家 那么他没有通常的那样一个年代 那我们讲就是说 这个解构所给文本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 就是你单纯要去解一个东西 比如今天我们看这个 有的老师写的这个叫新历史主义小说 那你比如说你说 你说谁好 我偏说谁坏 那我把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已经把它解构化 对吧 我也让曹操变成一个现代人 这个两手玩的这个铁球 一边引诵着哈姆雷特的这个诗 是不是啊 就完全是一种解构化的东西 但是那个年代是非常流行的 但是这种解构化的东西里面 很少有这种 我觉得就是精神主体性的 这样一种精神含量的东西 但是他的作品他有 所以我们读了以后 这个东西 他会超越负面的东西 而留下来 那么我想一代代的读者 你那个解构的东西 可能会慢慢的消灭 但是呢 他有建构性的东西 对于读者心灵的滋养 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虽然现在你看 那个现在读者发生的情况 给我们那时候发生很大变化 那比如说现在是一个卷的时代 对吧 但是你说那个时候 我们那时候不卷吗 我们那时候也很卷 只不过说表现形式和想法可能不一样 但是很多东西也都能相同的 那你在这个环境中你怎么办 那你比如说你读文学 你想从文学之中得到什么 那我想这个阅读王小波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 我们凡伟老师刚刚跟我们聊了一下 王小波 为什么是王小波 然后也聊了一下很多他的作品 今天我们其实也谈到小说和杂文 那之前也有读者朋友也托我说 问凡老师 就是在您看来读王小波的作品 是有先后顺序吗 还是拿到什么就读什么 还是先读杂文后进小说 那读小说也没有什么先后顺序 您的阅读经验 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读者分享 我的感觉反正是这样 就是大家最好是先看他的杂文 因为他的杂文呢 我想就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从常识入手 那你比如说他的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啊 然后很多的 其实他都是一个从一个生活中的事来跟你讲 语言非常朴素 没有什么其他的这样一些非常高深的东西 但是他讲的呢都是一个 我们讲呢 能够给你精神上带于启发的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是让你能够熟悉 他的这种思维方式 就是这种我们讲叫什么 理性主义的这种思维方式 那对一些 我想这个特别的就是玄的东西 他会保持一种距离 尤其对话语的这样的东西 他会保持一种距离 那我想这个东西可能会 对读者你读他的小说 他会有一种训练 那我想这种训练可能就是一种思维的训练 那有了这种思维的训练之后 你再去读他的这个小说作品 有些东西我想会产生更多的一个功能 那先读他的杂文 散文 比如说大家经常耳熟能详的那个 那一篇这个一头特立独行的猪 是吧 那么这个作品 对啊 那其实他还是有关于一个自由主义 人要自己给自己做主 他实际上讲的是 这个道理非常朴素的一个道理 是 对吧 那么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读了之后 你熟悉了 你再看他的小说的时候 你就明白他是怎样去表现的 是 那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好像放到哪一个 就是哪怕再往后50年 对 我觉得还是有他的勇文性在这里面 对 所以好的作品就是可以穿透时间 他不是说红个三五年 然后就被人万确了 对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 这个房伟老师的小说和他的这个 王小波传和曼书凡啊 都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量的 不要再过个五年八年 大家就不知道我们俩是谁了 对 这个是我们一直追逐的 所以一定要把书 把书店都做好 那其实房伟老师以前是在一个国企里面工作的 那后面就转身到写作跟大学教授 对 这个转变很大 对的 这个我就说这是怎么启蒙的 我也想这个今天难得的机会 我们采访一下房伟老师是如何转变这件事 这就前两天上海的这个生活周刊 刚给我做了就有几个版吧 然后呢就是做了一些采访 然后呢其实就是他让我来回忆一些事情 他讲你也就是类似于像你这个说法 你是怎样来去进行创作的 其实怎么讲呢 我开始创作实际上是挺早的 应该是到了那个我想最早应该是在初中 初中那时候其实就开始自己写点东西 但那个时候呢主要就是写一点古诗词啊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文艺嘛 喜欢古诗词 而且我中学呢其实喜欢几件事 第一喜欢看武侠小说第二呢喜欢画漫画 然后就是喜欢写作 但是为了这个其实对学业上就担务非常大 我其实经常给大家讲 那个时候有一个故事 也不说故事是真的 就是我是那个时候 我记着我们那个年代 在学校周围有很多那种租书的店 基本上那些十几家书店都被我看遍了 他主要是做武侠的小说 对杨宇生啊什么古龙啊 金庸啊对那个好多呢 我们怎么你说的这个事情 我怎么我那个时代跟你是一样的 对啊那我们好像同龄人了啊 对我有这个相同经历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 但是我们那时候中学是个重点关注 是管得非常严 他这个那个墙啊非常高 他就将近两三米 然后那样这个每天呢老师都要来查宿舍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每次都是到九点多 趁老师这个查完宿舍之后 然后翻墙出去就做书 有一次就就有一次我那是那不是晚上出去 有一次是下午跑出去的时候也是翻墙 就把这个脚给扎穿了 左脚就是从底下掉下来 掉来之后呢 这个底下就是长了很多草嘛 有很多那个闸轮 闸门 闸门那个轮子没有了 光是一个柜的一个铁柜 我那个脚正好就踩着凉 就把我脚给扎穿了 就是左脚 然后我一抬 当时这个脚啊整个全是那个血 都把鞋都灌了 当时哎呀 很害怕 没感觉不到疼那个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后来就是捂着 那个血就刺刺的流啊 后来同学们就把我送到医院 一路走那个血 躺了一路 后来当时就晕了 已经感觉到头发晕了 后来医生说完了完了 残废了 这个筋断了 后来一会弄弄筋没断 最后反正是把那休学半年 这个脚裹起来 裹得跟篮球一样 然后就是桌的 你这个回忆很血腥啊 对然后就桌的 这个就裹得跟篮球一样了 就那个时候还是在看武侠小说 就是特别热爱武侠 我想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第一本看的长篇小说 就是神教下旅 看了一天没吃饭 看完了 看完了就哭啊 哎呀小龙女太可怜了 是不是啊 这个尹志平太可恨了 尹志平对 就是杨过怎么这么愚蠢啊 反正就是这样啊 其实那个是年代 真哭吗 当时是好像挺流泪流泪了 我也想你啊 就是一个那种就是一个小文学青年 这么一个形象 但是呢学习上就受很大的一个影响 而且喜欢画漫画 那个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年代 灌篮高手 七龙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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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还有很多女神圣度士 就是这种啊 天天画 圣度士新学 对然后这个 找一个书里面看外面是化学 里面全是画的一本本的漫画 然后老师就非常生气啊 就是这个学习也不好 老师也不喜欢 成绩很差 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说 你考级校吧 你不要这个什么 你学门手艺 学个气修啊 学个什么电气汗 是吧也挺好 但是后来呢我们就觉得 好像这个也不大行 然后呢从高二的时候 其实就看着我那时候 就开始开始好好学习 好好开始认真的学 然后高三呢就学学学 就考上大学了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然后觉得好像还行 努力之后 考了个大学 不怎么样的大学吧 那么这个文学 虽然当时让自己 受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 时间上的牵扯 不过高三了 我还办了个文学社 当时我们办个文学社 还写了一个 我当时印象里面是一个 十几万字的报告文学 就写什么 中学生优思路啊 我印象里面 那省里面获了个奖 当年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说文学 其实牵扯到大量的经历 我离开我们母校的时候 我那个办的文学社 我是第一届主编 一直持续办到现在还有 当年时候被评选过叫什么 云豹那叫什么 全国十大文学社团 当时的时候 当时影响还挺大的 可见我办的文学社都进不了 没有没有没有 当时写的因为学校里很熟 学校他希望通过成了一个特色嘛 但是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不好 因为他牺牲大量的学习时间 所以就是很可惜 其实我第一志愿 就很想考这个山大的新闻专业 就没考上 然后后来就去了一个学文秘 其实我是学文秘出身的 那么那个时候 其实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就开始写 我记得最早的一篇小说应该是98年 还是97年 一个中篇 当时叫梨子 发在我们石油系统文莲 那一个杂志叫太阳和尚嘛 当时拿到了人生第一笔 那个大的稿费 以前呢在高中呢也发 但是呢主要是诗歌散文 这些为主啊 诗歌散文为主 就拿着小稿费有限 但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那是第一次写小说嘛 拿了470块钱稿费 这个很高了 因为我97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一月才300多块钱 那个时候 当时印象 哎呀太好了 拿这么大一笔高费 但实际上那几年之后呢 就没大写 因为那个工作特别忙嘛 做秘书啊 后来做厉害在车间 后来做秘书 所以在企业工作是特别忙的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给领导写讲话稿 然后呢写各种各样的材料 新闻稿讲话稿 然后呢这个 什么什么经济类的管理类的杂文 我也写了不少 当时在我们这儿 还有写过什么一些 这个因为自己喜欢新闻报道嘛 这几家这个 这个我们讲报社 当时做这个什么呢 叫这个 兼职记者 那个时候有个记者证 到哪也能唬人反正是吧 对 然后就做一些采访 当时其实还获了一些新闻奖 那我印象里面有一个是 这个我们当时有一个小女孩 她得股癌 家里特别穷困 然后当时呢我们就发动全市 给她捐款 在报社里面 连坐了30起 直到这个姑娘去世 在北京去世 影响很大 当年后来我们的好新闻一灯奖 其实差一点也就变成一个职业记者 就是这个当时都是有这样的一些机会 但是后来呢 就是企业一下子就我们讲就不行了 那么那个时候怎么办 过去改革 对过去改革 那个时候我们我就想就是 就一开始也有很多的想法了 但后来还是走上这个考研这条路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 我真正开始大规模的认真的创作 实际上是我来苏州之后 也就是到了2016年2017年之后 那期间呢也发表过一个不长篇 就是2014年那个英雄时代 最早其实有王小波分割的一部长篇教书 也是我的这个长篇小说处女作了 但是这之后其实主要的心理是在科研上 就是我要写论文啊 要评教书啊 当普陡啊 是吧 这个东西他压着你 哪有时间你去整天去去写小说啊 但是到了苏大来之后 我们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然后我们就感觉稍微放松一点了 然后江苏呢 这块呢 我觉得文化这个氛围也很好 我记得那几年有一年多的时候写十几篇 这个中段篇 然后你看我这来了 苏州这有667年吧 长篇就出了三部 光长篇就出了三部长篇小说 然后中段篇我算了算加起来应该有 一百多案子 光小说就一百多案子 就是在短短的这几年写的 这还不算是我写的论文之外 因为我还写了大量的论文 除了论文之外写的东西 所以我想其实这个实际上是 能够这种生活经验 包括自己的一些学术的东西 共同促进了我变成了一个 我觉得一个作家 其实原来是咱们在这搞活动 包括你看我这个最早的这个 这个烈蛇诗啊 这是当时最早在你这做的 是吧 2018年 对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有关于抗战的 历史的小说 那么这个其实跟我的学 学的专业有一定相关性 因为我学的是这个中国县章代文学 因为有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史料 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这些史料是不是可以写这个小说呢 然后从这一点开始就写了这个烈蛇诗 这个下个月初啊 我在我们的逸林出版社有一本 叫杭州鲁迅先生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专业相关 写了有十个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死亡 也就以文学与死亡为主题 比如说鲁迅 那这个张爱玲 郁达夫这样的写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作家与死亡 其实这个都是给我专业相关 因为他需要看史料嘛 像薛特蒙扎特呢 就是我的这样一些人生经历 那比如说呢 这个在企业国企的这样子 非常有感受 在国企的五年经历过整个国际大改革 那样的一些感受 所以其实这个小说实际上是有比较多的一个面向 这个是卖的电影版权 对的 这个是 卖电视剧版权 对 因为这个让我想起那个前段时间很火的一部电视剧 叫《风吹半下》 讲的就是九十年代国企改革 我们期待这部小说能够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 咱以后王伟老师这个就更精彩 好这本也是去年出版的小陶然 咱们这里做过活动 对小陶然他主要讲的是日常生活的面向 有很多是写的中老年人的这种情感 情感体验的一些故事 其实就是我觉得写小说 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就是写论文是个很痛苦的事 写论文你需要看大量的资料 你写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 你可能要花两三个月 你要看成百上篇的论文 你要比如说我要写一个作家的评论 我首先要把这个作家所有他写的东西看一遍吧 把所有他研究的论文看一遍吧 你才能去敢写这篇论文 那这个光这个前期的工作量非常大的 而且写论文需要反复的修改 理性的不断自辩 这过程非常痛苦 其实写论文最高兴的时候就是 哎呀终于写完了 这个时候是最快乐最痛苦的 最高兴的时候 但是写小说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嗨的过程 很高兴 比如说我就是一直我就说 我写这个《血色莫扎特》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二十多天吧 就是白天上班 然后晚上回去有一边听音乐 为什么叫血色莫扎特 其实这里面是跟音乐相关的一个主题 就听着那个音乐然后开始写 感觉一晚上写个五千八千字很正常 就是感觉写的非常顺畅 后来呢其实有他们有说你改一改 我说哎呀不要改了 这样挺好感觉就一气呵成那种感觉 它会很流畅 写的时候是一个 它带给你的是一种想象力的这样一种快乐 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相对我来说 我想它更多的是一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东西 但是你想写一本王小波转 这个前提起来有多少啊 这个非常困难 比如我们要印证王小波他当年在北京 是这个北京的这个到底这个西城区 电子电子原件厂在什么地方啊 就在牛街那个地方什么到底 那个厂子是个什么厂子 就做了要整个一天要在那跑 跑了以后然后那个厂子现在早就没有了 街道办 然后你要去查那些老北京人问他们 说这个厂子到底你知道吗 然后问人家说搬到大鸿门了 我们这北京大鸿门挺远的 我们又坐地铁的大鸿门去找他们那些 牵齐的那些老夫后去问 打听关系企业的事 最后呢还要到北京西城区档案馆 去查他那个原始的集体企业的那些档案 非常的不容易 要印证一个小问题有可能要跑好几天 所以我想但是学术呢 就可能我们讲还是要有一点严谨性 那不能这个信马尤疆的 但是创作可以啊 创作你可以怎么想就怎么写 所以我想就是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 我想这个还是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快乐 那其小说你编一个故事 大家觉得你这个编的故事就觉得很有意思 愿意听你讲这个故事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高兴的事 这个其实说但是我在高校里面呢 你说做研究也不能不做 那研究所以说你还要在也还要搞着 是 那我们也期待防卫老师可以 持续保持快乐的创作 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好书 那据说防卫老师其实后续有好几部 这个作品拿出来 我们特别期待后续还有机会 请到防卫老师来到我们的线下 和线上的直播间 那防卫老师其实也是一直做文学评论 然后也看过大量的小说作品 还有散文作品 今天如果让您作为一个评论家 或者说这个一个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 好的小说有什么特别的标准 或者说您觉得好的小说是一种什么样的面向 其实我讲我们对于一个作品 可能我们对他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 但是比如说有的小说比如说网络作品 可能我们更多的注重他的故事性 我读了这个作品 我感觉这个故事特别感动我 觉得很有意思 有的作品呢我们可能注重他的语言 比如我们觉得很多作家 他的语言是无力的 比如这个我很喜欢的像舒尔茨 他的这个《鱷鱼街》 像这个谁啊像这个卡尔维诺 他的小说语言 就是说你感觉充满魔力 有的小说呢 他的给你的感觉呢就是 他的思想是深刻的 那比如说我们看陀佛·托耶斯基的这个作品 有的时候他的作品是很冗长的 就他的故事你看起来 哎呀你都觉得写的这么长 一个小时他写的这么多 但是你真正读进去之后 你就觉得他作品的精神力量很大 他能够牢牢的抓住你 用他那些废话抓住你 然后你还让你觉得这些废话呢 那你还对你精神上产生一种影响 所以我想他是一种 真正的精神性的作家 那其实王小波 某种意义上讲他也属于一个精神性的作家 所以说好的作品 我想因读者的诉求 还有因他这个这个他自己的品质 会有很多的变化 但如果说我们用纯文学的 这样的要求来要求一个小说作品的话 那我想他首先有他有这样 就是他要有极高的辨识度 艺术上的辨识度 也就是说你读到这个小说之后 你首先就知道这是他写的 别人写不出来这样的 那就比如说像我们都去读都拉斯的小说 情人包括什么副领事啊这样的作品 你读了以后你就知道这肯定是读都拉斯写的 因为没有这样的人去这样去造一个句子 没有这样的人去描写这样一个人物啊 那么张爱玲也是这样 他他有非常鲁迅 我觉得这种独特的艺术上的辨识度 其实是这个作家他自己这种独特的思想 和这种艺术的思考的这样一个结晶啊 那么有这个东西可能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作家 或者说经典的作家所必备的 那有的作家其实你就会觉得他 写的故事写的很好 那然后呢他的书卖的也很好 然后呢可能这种演示转化也很好 但是呢你总觉得好像少点什么 合议十年二十年过去了 就没有人记住这个作家了 大家能记住他的一定是他有一招先的东西 也就是他有独特的 你看舒尔茨写的《厄语街》里面就写到他 他跟他父亲这个里头很多故事啊 他完全用这种就是像卡夫卡式的寓言式的这种写作 然后我就记得一项深刻他写到这个 因为他是画家 他画家出身嘛 所以他写东西这种色彩感特别强 他父亲里头穿过一个 酷日的 中午的这样一个小广场 他抬头看了对面那个 那个那一栋栋的楼 他就讲那个阳台 他说呢 那你看到那一个个的阳台就仿佛是一个个 什么被刺下被阳光刺下了双眼的 这样一个什么一个一个人 对吧 然后这个在阳台上挂着的都是一个个绝望而风干的日子 这都是他这种非常诗意性的 我想不是小时候中也有这个东西 我在池塘里面像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是不是 他小时候都有这样的 非常你看了以后觉得那个句子那个语言 让你觉得过目不忘 那碧飞雨的小说中也有这种东西 就他的细节化他的语言有非常独到的 有他自己这种艺术含量的这样种东西 那那碧飞雨我记得他有一细节他写到了这个什么 一对小小情侣 然后躲躲在棉花地里面偷情 就看到所有的天上的星星都像棉花一般在燃烧着 而且他有很多的这样的非常好的这样的比喻 小细节的东西艺术的这种处理 所以我想这个你真正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小说 他就像是一个光彩留意的这样一个金苹果一样 就你看到以后他就会不由自主就能把你吸引住 而且你看到他第一页他就能吸引住 我其实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小说 你翻了好几页你觉得还没有把你吸引住 就两种可能 第一你这个艺术欣赏水平比较低 第二呢就是这个小说可能的确不好 因为好多小说他一定要在开头 他就要抓住你 那短短的几行就要把作者抓住 因为现在的作者心上口越来越高 什么小说我没看过 是吧你是玄幻的还是什么的 所以你现在想抓住读者 你要有这种独特的辨识度 这个非常难 这我其实就是说 这就是真正考验作家的他的这个功力 所以有的其实我们看看 说写长篇很累 但是有的时候你真正写一个好的短篇 所欧心力血的去写一个啊 那个所花费的时间精力 这个我觉得比长篇可能要多好几倍 比如说王小波的这个黄金时代 被写了十几年 反复改过几十遍 所以最后给大家呈现出来 才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这个确实啊就是要有辨识度 所以这个当然各位读者可能更多的会觉得 嗯可能这个有时候小说读几页就就看不下去 或者说了哈 我觉得还是要多读 嗯因为其实还有一个 今天也是算这个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呃就像我们像书店开了十年 其实我明确的能感受到 其实小说的这个就从销量的角度来说 其实是比散文要少 嗯甚至有时候比诗歌还要少 对的 所以说就是好像读小说 其实就是一个门槛相对很高的 但是其实从严肃阅读的角度来说 读小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就是房伟老师就是面对这个 你也感受到现在市场上 对小说的这个门槛跟阅读啊 就面对这样的话题你觉得小说 你的未来是乐观的还是 嗯其实我就觉得其实还是要有好的作品 嗯你比如说我为什么我们都喜欢读历史的著作 是刚才我跟许兄我们交流 嗯像那个不够的知诵 嗯包括有很多的这样的历史著作 我们读的感觉非常好 嗯大家都流行的 就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对因为他有知识性 读了这个作品之后 我们都了解宋代那个 他的这个比如说宋代这个 呃阎关制度是个怎么回事 嗯他当时宋代那个文化是个什么形态 他给我们知识性 这种快乐 那你读一个散文呢 他让你很放松 比如说我们读里 李娟老师的什么阿勒泰的这样的一些 非常非常好的新疆风貌 我们读到的是一种内心的感动 是我们很愉悦很治愈 那我为什么要读你一个小说呢 那么小说他首先我们讲 他会要真正说 如果我们按照从文学的标准来的话 他要让你呃 从另一个角度 从一个感性的角度去认知社会 嗯那我想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功能了 是啊就说我读了你这个学校知道哦 当下我们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么这个社会 有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反思 然后我读了你的小说之后呢 除了认识的功能之外 我还有审美的功能 你这个小说能给我带来哪些审美的愉悦 啊其实小说原来在 我们讲这个从我们这个有的小说开始啊 他就是一个小道 他实际上是个非常通俗的东西 反正到了今天你会发觉 他反而会变得不那么通俗 因为大家我们给小说有太多附加的东西 那比如说有的人 有我们家小说我们要 让他去去反映很多 这个宏大的主题 那民族国主题或其他的意义形态的主题 那么小说是不是可以反映呢 当然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他首先有个好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能不能感动你 那么真正好的小说是要经得起重读的 就是我读完比如说黄金时代 我在二十多岁时读 三十四十多岁我还可以再读他 像《红楼梦》也是 他那么起你反复的冲突 他所给你带来的这样一种 比如说社会的认知 就给你看纯历史小说 历史作品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一个历史作品 他可能告诉你的是这个历史是有一个什么事 发生过什么事情 但是文学是用亚里斯多德的话说 他是看的是什么呢 是可能性 也就是一个事情的可能性 那么历史告诉你是已经发生的故事 那么可能性里面就带有虚构 带有想象 带有审美的愉悦 那么这里面都有 那我想这个真正的好的小说 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审美的认知 应该是超越历史作品 但是很可惜 现在历史吸收了借鉴了很多文学的笔法 对 你比如说你看黄仁宇这个万云十五年 很多小说笔法 对吧 但是我们小说在历史方面 所吸收借鉴的东西是不足的 那我是我认为是这样有有这样的 那而且我们的纯文学作品啊 就是太注重关于语言的这样难度的处理 就有的时候我自己因为在苏大嘛 开一门创意写作课 有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好的写作苗子 就是很多年轻的这些小孩他在写小说的时候 特别注重形式 他一定要用很多英文 或者他一定要写的特别华丽 我想不是这样的 小说最好的美德是准确 写一个人写一个事 他读了以后觉得写的特别准 特别能贴切的表现那个人 当时他就是他要这样说要这样做 他要表现出这样的心态 我们看了很多大作家 以后都是这样 为什么鲁迅写孔一吉是站着喝酒的人啊 是不是 那个准确 是第一位的 但是这个准确其实是来自于鲁迅先生 他有过医学的训练 所以我们很多的小作者可能认为 好像语言华丽是第一位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么你的语言太华丽了太灰色了 其实是阻断了你的这个阅读的这样一种兴趣 就是我读了你这个小说看了写的这么费劲呢 是吧 第二阅他可能就不愿读了 就觉得很吃力 那小说首先你要给人家一个好的故事 好的故事之上再去谈语言 谈思想 谈主题 谈认知 那我想其实 小说在未来还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那么这个其实有寄希望于一个更年轻的作家 那我想就是要摆脱 怎么样我们讲这个就是纯文学 或者我们讲叫叫这个 这个先锋文学这样一个迷幻的这样一个圈子 就是你首先还要把基本功做好 我对我的这个学生要求就是你首先 你先给我写个人看看你能不能写的特别好 你给我写个小片段 写个小片段100字 你就写一男一女两个人相亲 你能不能让我看了以后觉得捧呼大叫 那这个功底有了 你再谈其他的 你再给我说你的 你老师我这个有什么什么想法啊 那你再来 那有了这个好的功底 而我们现在很多欧学青年其实都是情绪性的 就近乎于诗性的东西 诗歌是可以的 但是小说我认为是不行的 这样去写是不行的 那但是也就是说呢 这个未来的小说啊 其实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有识之士进行探索 那我们寻找出一条真正的独特的有辨识度的 这样一种汉语文学的表现方式 那这样才行 嗯 我们今天线上也有写诗的 也有编辑出版社的编辑同学 但是也在做小说串作 但我听到他说 他说听完房老师的今天的分享 他就更坚定要去做一个作家 那你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啊 但是你你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我们很高兴 我们也期待你出书了 来我们书店做分享 对那今天是房老师来到我们的书店做线下 同学也是线上的直播 其实每次听房老师来聊小说聊创作 聊他的经历 我其实都特别有感触 包括今天谈小说谈完小播 所以我也特别就是有一种庆幸 就是我们今天是做一家书店 然后我们能请到这么多作家朋友们来到这里聊天 现在有线上的这样的活动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书店的这样的温暖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像房伟教授这样的作家 能够在学术游刃有余之时 还能持续创作更多的作品 然后也期待后续我们有更多他的书能够走进我们书店 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最后我们还有一个保留啊 就是请房教授为我们今天线上和线下的书友朋友们 最后总结个寄予啥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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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们哈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这个其实因为前几天来卖书房 在这在这边要签这个签签书 所以有一句话王小波他是引自于 塞丽娜的茫茫蔓越游啊 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就是他把这种人生的真正的乐趣讲出来 就是当里头我们讲的一句话叫 在马背上吟唱出人生最美的诗 渡过那些慢慢的长夜 其实他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今天我们 当我们遇到一个精神困境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了迷茫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人生 这个特别好 所以很多当时我签的时候 我就把这句话写下来 你完了 你今天的书你都得签这句话 哈哈哈 我就觉得这些话特别好啊 也是在这个节日嘛 今天也是端午节 也是住在座的 也是凡老师的生日啊 对 这个大家都节日快乐 然后读好书 经常来买书房 是吧 这个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 我觉得精神上的提升 和自我的满足 我觉得就很好 是 好 那我们今天 线下的活动 线下的直播到这里 很快就高一段落了 今天这个房伟老师 这个在最后把这句话 给念出来了 这就意味着 今天有很多读者 朋友们说的题词 可能就这一句了 那个 当然这句话也特别好啊 就是 我也特别希望这样的状态 能够走进 每一位读者的生活 能够珍视有这样的一种 心灵的状态 那我们今天 直播的这个部分 到这里就要高一段落了 然后也谢谢各位书友们的 这个线上的相守 当然也特别谢谢 线下的读者朋友们 虽然我们现在线下 在慢慢的复苏 有了线上 无论怎么样 都会有很多人在 但是线下的朋友们 还是给到我们 最直接的温暖 所以你们这些 在线上的朋友们 你们在外地就算了 你们在苏州本地 不来现场 那我也没办法 谁叫我们提供 这么便利的线上分享 不过没事 我们也特别期待 时常能够相聚 那我们今天直播的部分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朋友们再见 请在聊天区感谢一下 凡伟老师 并祝他生日快乐 谢谢 对 感谢 好 有发觉帮我们把名单 如果有一些输出 然后剩下这些都签个名 谢谢凡伟老师 谢谢 今天生日 我本来说 我本来说 如果有变化 我们可以移到下个月 或者下周 然后凡伟老师说 不变了 他说就这天了 哎呦 我今天就说 因为今天我车没地方停 时间就比较紧 我就说 那我们就去吃面 好 挺好 挺好 对 而且面没有加鸡蛋 后来有一个番茄蛋 所以这个也有了 面 鸡蛋都有 好 那线上的朋友们 我们直播到这里 就先关掉了 然后大家下单的书 我们要请凡伟老师来签名了 让大家参加书展 好